我们希望能够在现在台湾台北设立 我们的猎豹创业基金 大手笔宣布成立创业基金 猎豹一栋执行长傅胜来台办论坛 最重要的是就是抢人才 因为台湾青年CP值非常高 我们的成本也不低了 我们到台北来看到 哇 这么多优质的人才 其实和北京的这个成本相比 好像台北还低了一点点 这个我满心欢喜啊 附胜师傅小米董事长雷军 才刚鼓励完台湾青年 下一步马上成立基金 要在第一季启动打造猎豹生态圈 不止给钱最重要的还是 新创团队的曝光度 猎豹今天在全球有3.4亿的月度活跃用户 这像是一个巨大的用户平台 那么和我们这个基金关联的一些 业务互补的一些这个公司呢 创业团队我们会很快的进入 我们整个猎豹的推广体系 比如说在帮到全球去推广用户 如果这个产品真的很好 它就会比其他的团队 更快的接触到全球 学生在台下仔细聆听 因为电商巨头阿里巴巴 也来台抢人才 把触角伸向台湾大学 不止如此 阿里巴巴集团主席马云 也有意成立青年基金 想拜托几位理事长 有机会我想成立一个基金 专门做台湾年轻人 去大陆学起创业基金 去年底马云来台演讲 宣布成立青年基金 实际现在还没下文 两大巨头创业计划比一比 小米锁定互联网相关应用 而马云则号召台湾青年 到大陆闯一闯 学习创业都可以 也让台湾青年成为露气眼中 抢手获 三星的驴发中台报道